好了 到下一套了 本季的黑馬 因為這一套《千義聲明》 我看了很多廢話之後 然後想做節目 然後聽到《河馬》說這套OK的 我看完之後覺得 咦 真是OK 入了天堂的感覺 一個很自願的版 叫做《弄弄Biolli》 當然香港如果要賣漫畫 只是出了一期 但你說日版就出了六期 所以就是《游災游災少女日和》 對 但說真的 什麼《幽災游災少女日和》 其實說真的 出場日文不是太多 基本上整套主題就是 游災游災有些少女在日常生活 而最特別的一件事 可以這樣說就是 這套在第一集 在每一集 它拍攝著景的時間 是非常之多 我計算過 它最長的有一節 是拍攝了一個接近三分鐘 而那是第一集 接近三分鐘的景 是全部沒有任何對白 沒有任何角色 有些牛 草 而這套動畫 在演一次之後 我試過一次 用三倍速去看的時間 你會覺得是沒有違和感 就是覺得節奏更快 但是重點就是 就算你不用三倍速去看 你也會覺得沒問題 這才是最重點 因為你說的是一個叫鄉下地方 鄉下地方 就是基本上應該是這樣 沒錯 因為其實它就是想給休閒的氣氛 鄉下距離都慢 時間也是二十年前的感覺 而那個角色 其實是不是二十年前之大 總之你那個鄉下是比較 停留了二十年前的感覺 他所說的感覺 最重要的一件事 其實我覺得 這套東西其實 在那個角色描繪上 就是給我 這個是一個鄉下的感覺 因為其實很多時候 所謂一些 叫做住在一些偏遠城市 或者一些什麼 一些角色 其實它表現出來的性格 跟一般鄉下的少女其實是差不多的 但是反而你說這套 無論那兩姐妹也好 跟著阿蘇一利山 那個叫 阿蓮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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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會看到他們 牽真純樸 以及他們對 都市的事物 是有很多 不清不楚的了解 在裡面 而他們的性格 就是單純 就是表現出一個單純出來 沒錯 因為那種優险的感覺 就是一定要放在這個鄉下的背景 因為如果你在城市 根本就做不到這種感覺 而且二來它很活用到 就是城市的少女 和鄉下的少女中間 它有一些交流 而且你會看到那些位置 其實看到鄉下什麼特別呢 就是那間店 原來是那間買蔬菜的 是一個自己給錢 就自己拿走的地方 或者那間糖果店 其實什麼都不進貨 只有20年前的進貨 就是這樣 就是很多位置 你會看到 或者是坐巴士兩個小時 或是一班 那些東西 全部都會看到 你待多一個氣氛 而基本上 它也都反映到 現時日本 有些鄉下地方的情況 可能有些地方 基本上 就是要我們所知 就是認識一些日本人 他們說 回到鄉下 其實沒有什麼人的 如果你不是一些 譬如7月的 俄邦 或者1月的黃金洲 那些 其實事實真的沒有人 而可能整個山頭 都只有些草 動物 而是沒有人打理的地方 也都很接近這次動畫所說的 基本上就是出場人物 就是這麼多 鄉下地方就是基本上 沒有那麼多人 我覺得那間學校 是五個人讀 然後每個人是不同 年級出場 第一個是很真實的 那個感覺 因為我事實上 聽過鄉下基本上都是這樣 那一下是 亦都令到那個設定 令到那些人物 可以匯達到一個位置 都是很聰明的設定 你說兩個小時的事情 我想起當年樹人 去日本曾經說過 又說那個位置等巴士 那些人說 是呀 在那個位置等巴士 然後去到時間夠了 有個人走出來 拿著巴士站 放在地上 然後過了一會 有個巴士來 是 是 你應該說回你自己的真身經歷 沒有理由我幫你講 那個是刀心來的 就不關這個什麼的 OK 但是這套東西 構成本身 阿城市那位少女 對 阿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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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了這裡之後 所發生的一些事 嗯 其實這套東西 很奇怪 想著每一集 都是以那四個角色為中心 但是反而 它很有趣 其實很多時候 它是用一個角色 甚至兩個角色 去串通了整集 另外那些角色 是完全不會登場的 真的 可以的 他分半節半節 有時候 有時候可能是四個角色一節 然後後面就是一個角色 尤其是開頭 頭幾集 兩姐妹的劇情 其實有 咦 我開頭想著 因為本來想著是阿蓮華 蓮華好像是主角 是領軍 但是 為什麼整集都沒有他 其實我看來 其實我也覺得 兩姐妹的戲份 比較多 相比起蓮華 甚至是 蓮華我感覺 帶出一個城市少女的感覺 不是 她帶出一個鄉村少女的那種純光 而且 我覺得最 我不太記得配音是誰 那個姓阿蓮華 小岩井小鳥 我覺得 先不要論她 聲線那方面 不要理會 因為她扮小孩子 但是 給她出來的感覺 我覺得 而且對白我 也有一點 加成是 她真的表現到 那種 天真 無邪 你騙她 真是順之意 她的套租 其實是很 小朋友式的套租 她沒有想過 寶刀那一刻 有些 所謂的笑點的寶刀位 其實你會覺得 是很自然的 那一刻 寶刀位 因為她都是重複一個七歲的小朋友的想法 她整個 歐畫 在上來 角色的歐畫 是挺有趣的 特別是跟 那幾個大小小的 同學生來講 相對來說 她們那個 很明顯的年齡差 和她們說的話 是很明顯 有些少少分別 那一刻 撞出來是挺有趣的 即是她那個 Range是很有趣的 你從小學 到小學 一年級 六年級 不忘了幾年級 年華 年華是小一 學生小學 那些年級 學生小學生 年華是小一 也只小一 野生小一 學生小學生 學生小學生 小學生 其實要這麼小才能給人 這種感覺 為何可以這麼治癒 如果你想想 大人是一些頻繁 你做的事情 會覺得很滑鼠 但小孩就會覺得 很正常 天真的感覺 那種可愛感 會出出一點 有那種可愛的感覺 我較為喜歡在動畫中出現的物品 其實現在是有些時刻的 例如他們打的日機 你明顯看到那部是超音 兩姐妹那部是超音 而在眼形的家裡是Gatsby 所以有些感覺是 農村社會的人有點憧憬城市的人的生活 而城市的人也很想去農村 去感受農村的悠閒的感覺 城市的人就會比較少 因為這份眼形本身已經很融入 而且沒有怎樣搞過城市去到鄉村 只是一開始說便利店 其他店舖的東西 還有買東西的地方 而搞得最多的笑點就是 兩姐妹和阿瑩 尤其是阿姐 阿姐約她去糖果店 然後阿瑩穿了一套很成熟的衣服 那下位才不可能合不合理 但是那個配搭是很有趣的 突然之間你會覺得是 那種成熟的味道是不一樣的 那個大姐姐 中學年班的姐姐和她朋友 她的朋友都是比較成熟 她跟小學五年班聊成熟 沒有話題可以聊得到 她跟大姐姐聊得到 另外一方面 最初除了兩姐妹之外 還有一個去了東京讀高中的姐姐 阿蓮華的姐姐應該是這樣說 兩姐妹的姐姐 不是阿蓮華的姐姐 阿蓮華的姐姐 你以為自己很低 你又在阿瑩的位置 她的寶刀說 我沒帶過新公司 我乘飛機來的 這下是很強的寶刀 也很明顯有個分 有些感覺是香土味道 即是說我開了個醒 我很威風 結果原來不是的 比城市人更加有分別 而有趣在的地方 就是她用了不同角色 就是阿蓮華的姐姐 就是剛剛出醒 以為自己知道很多東西 然後搬香一下 大肆宣揚 然後被阿蓮這些 城市住了那麼久的人 技術性激到 激到 然後就說到 姐姐那個 小谷 阿蝦 阿蝦 她又很嚮往這個 都市的特點 然後其實 亦都用了另一個方式 就是阿和實 跟她 然後再加上阿蓮 即是當他們在那裡 聊這個城市的問題 當時 變身就是她答不到嘴 答答話 以及自己的情侯 是多麼outday 對 她經常說自己 我穿的東西很漂亮 然後被人看過 穿牛仔褲 即是你會看到 這個叉 她做出來的笑點 是每個角色都會 有一個不同的感受 我覺得是 這套東西 挺有趣的 她又做得到 而且那種笑的感覺 不是會心微笑的笑 不是大笑的 是人趣 叫到混亂 那種感覺 好像生活趣事 那種形式 而不會說 雖然她那個節奏 拍得真的 我覺得是略慢 但其實大家是接受到的 大家不會要求一個鄉下地方 拍得很緊張 很明顯 如果不是就是唐禪 或是唐禪 很緊張 還有我覺得 如果你說鄉村生活 這類型的題材 近一兩年 例如銀芝士 一些鄉村的農莊生活 以及下季的農林 雖然說這些 但是你說 這裏來說 其實真實一點 因為鄉下地方 是不可能有這麼多人 如果你說照正常 現時日本來說 還有我想說一個 除了你說 那些角色的特意 如果你想想起那種 窩心的感覺 反而我喜歡 是阿蓮華 和賣果子店 那個老闆 那樣的角色 有一點不同 因為其實阿蓮華 其實劇情 很多時候 除了搞笑之外 去大部分的劇情 都是比較治癒式的 好像就是 剛才 河馬說的那節 和果子店 老闆 就是從小時候照顧他 對 開始照顧他 就是和他有一個互動的關係 就是 形同好像是母子那樣的關係 還有就是 有一節就是說 放暑假那時候 阿蓮華碰到一個 回來這個村莊 回來這個老家的少女 然後和他一起去玩 然後不辭以別 那一下 雖然不是創造什麼特別的劇情 就是一起玩 就是帶他去不同的地方 就是很 小朋友的純真 就是玩而即便 然後 然後再找他 他好像 他走了 因為其實 你都會預計到這一幕 走那一幕 走得這麼突然 然後對阿蓮華 那個心情 那個影響 就是他會馬上哭出來 那些 你會覺得 整件事情很自然 沒錯 很扭計 而有一件事 真的挺帶回我們 以前的小時候 你想回想 最後那個照片 是一個 想回以前的照片 就是 他是寄回那張照片 那張照片 那張照片是那些 真正正正正照片 而不是說 我Email給你 我收到封Email 如果你說我收到封Email 那張照片是你們兩個的 雖然說 可能未必勾畫到以前的回憶 但是現在你一張照片 一張照片 一張照片 就挺有以前的鄉下的感覺 我已經是會感慨 我以前去完雲利龍 我也是寄成美 我也是寄照片 現在沒有一樣 那張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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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acebook 那張照片 那張照片 你說 四位角色裡面 是除了夏海 本身 他算是四位角色裡面比較弱 因為元氣少女 你可以說 就是他創造的 他帶動劇情比較多 我想他 帶動一些事件 可以 一些事件 他會 很喜歡他們兩個 離家出走的那一段 對 離家出走的那段 也是有趣 也說到 姐妹情 姐妹情 和他媽媽擔心 擔心他們兩個姐妹 其實都會 很簡單一集 就已經帶出來了 沒錯 其實很簡婆 整套 他是利用到 整個鄉下的感覺 而去勾畫到一個 挺好的日常故事 而說真的 你漫畫做到六集 這些今期程 做到六本漫畫 其實相對來說 都可以見到 這位作者都算 挺好 還有我看過他漫畫 其實他漫畫 和他的動畫 不是差太遠 不過只是前後 有些調轉了 我覺得挺期待 可以自己去買一本漫畫 去看 作者挺有用心 他應該真的有在農村生活過 所以寫到這樣的感覺 而可以說是 每個角色 這套東西 就是說 每個角色帶動的劇情 和帶動他們的關係 用很簡潑的生活 去表達出來 好像剛才說過的一些奇事 還有就是 兩姐妹 小谷和夏凱 他們的互動 好像說 看鬼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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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著就是 吃烏冬 吃烏冬那一段 吃烏冬那一段 其實都看到 很簡單 本來想著 不小心把七肥粉 都放進去 然後 然後突然間 就換了他姐姐那份 然後看到他姐姐 受不了 然後突然間 心理又不好過 然後就 把他轉回 不過他心理不好過 是因為以為 而言華看得到他 看得到他 突然無從 但是 你很簡單 就是言華那個人 就是看到 他發我其實是沒有 小孩就突然間 看到一件事 很有趣 就突然間很定眼地 去看著他 他做這些角色的 性格和動作 是很自然的 你會覺得 這個角色是很生生 好像在你旁邊 而你不會覺得 這個人做出的行為 會突然間很突然 好像我們之前說的 幾口少女 那些 硬創造一些民俗性 硬創造一些角色的性格 角色的詞彙 就是你很簡單的詞彙 就是 那些 肯定是卡路片裏面的對白 然後 當作是打哈佬的方式 你會覺得 這類型是自然的 所以他會用得 好過 當時 我記得 郭川書店 京都 日常 那個女生 說的 什麼 印尼話 我忘記了 印尼話 馬來話 這樣就變得 感覺上不自然 你不會 有一個日本人跟你說 馬來話 突然間 是誤會的 所以 那裡的搞笑 沒有那麼相比 不過 很多事情 為什麼要做得這麼自然 如果沒有這種確識設定 就做不到 就變成小女兒 那種感覺 另外 要說的就是 一直沒有對白的哥哥 也有一點感上天花的成分 我挺喜歡 在麥卡菲那裡扮狗的音樂 坐在那裡 然後說 那一家 爭氣一點 然後哥扮狗 另外一次 最底次就是做黏好的音樂 一開始想說 夏凱叫他做一個 貓的黏好音 他真的做了一個貓的黏好音 然後 很划算 不要教壞阿蓮華 然後就爛了 然後 很多時候 他是做一些表情 等等 其實 也不會看不到他的性格 其實 雖然不對白 但是 也是一個搞笑的角色 也可以做出一個 所以我們都挺推薦這套 因為真的 感覺上 不是說這季的動畫 太差的關係 而是他是真真實實實 說回當時鄉下狀況 他本身 他也是清流的感覺 就是那種 首先那種 那麼純樸的氣氛 你不要說動畫 你現在看很多東西都很少見 其實 電影 電視劇都很 如果是做到這麼純樸的氣氛 一個這麼真實的感覺 這個很難得 而這套 裡面 我們最有的動畫角色 就是阿瑩 病態很喜歡 小谷 這個位 還有不斷做公仔 那樣 他算是 當中裡面 最 你可能說最 不同的角色 他特地創造這個角色 就是給你 多一點戲劇性 當是給你代立的角色 像人 做公仔的音樂 也挺好笑的 做公仔的音樂 也挺好的 你看到 對 你在鄉下沒有工作 那你立刻做公仔 做到正常 而他們創造的劇情 那一刻 開頭 我想很多看的時候 你會覺得 當他們發現了 他做他的公仔 他會覺得 你有些問題 但是這群農村少女 他會覺得 你是不是在做自由題材 他會覺得 一人怕什麼 他會覺得 那我其實怕有些什麼 其實他已經是想太多了 純撲民風就是這些 沒錯 所以 這一套 老實說 今季 不算蒼藍 那些之外 我覺得 這一套 簡直是 一定要看 我現在會看的原因 因為我檢查的網絡 檢查的網絡 他會發現 這套真是好看 他會覺得 真是好看的 對 我覺得 就算不看 你也試試看漫畫 因為漫畫 不難入口 是OK的 動畫也不難 你不用每天都看完 每天都看一集 這樣感覺就OK 沒錯 所以 期待就期待這套 沒錯 這一節到這裡 我們下一節繼續 好 好